老師應該有發現我們剛剛有個小問題還沒跟大家介紹到 為什麼?因為我要留到最後 因為剛剛老師在我們編輯的過程裡面有沒有發現你有一直在剪剪貼貼 有沒有?可是我問一下喔 你覺得Windows內建的剪貼布好不好用? 蛤?因為沒有比較過也不知道 管真你不好用也用習慣了 好,那麼這個跟我們剛剛的PickPick事實上都有雷同的 你看我們剛剛的PickPick這個地方 我剛剛是有抓一個 好,那麼如果我再抓一個 比如說我再把這個畫面抓起來 事實上他都有快速鍵了 只是我們沒有跟各位提 好,你看我這個第二個畫面有沒有抓起來了 可是如果你用褲子內建的 你抓過了前面那個你就忘記了 因為就沒有啦 可是你用PickPick有沒有發現前面那個還在? 對吧?而且他有簡單的這些裁切工具 你可以在裡面用 你隨時要都可以複製就拿過去啊 只要你的視窗還沒關閉 好,這個是PickPick的部分 你看在這邊你也可以打字啦 事實上我最常用的是這個 因為我會做教學的文件的話 像這樣子 對不對?然後這個 你在Word裡面 我相信老師都用過那個繪圖工具嘛 但是你要在裡面做有時候不方便啊 那我做好之後直接複製 貼過去就是什麼? 這樣子我把它貼過來 他就是連那個都帶過來 就很簡單 好,這個是給老師參考的這個PickPick 那我們剛剛 因為也一直在那邊摳來摳去的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剛剛的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你剛剛摳的東西都在? 我剛剛有摳了一些 比如說像什麼? 像這個文字的 請問老師有什麼東西會經過簡貼簿? 你平常這樣簡貼簿會出於哪些東西? 第一個文字對不對? 第二個圖片 第三個檔案 有沒有發現都在? 因為Windows的簡貼簿就是比較訓練 只記得最後一個 除了Office 他對他比較好以外 其他軟體你自己想辦法 所以我們常常會需要 就是有時候我用過的 我要重複使用 我就可以拿這個來用 而且各位老師 這個東西是下次開機還會帶 這就很重要啊 因為有些時候我會重複使用的 如果說哪一張圖片 或哪一段文字 你常常用到的 尤其有時候你在整理這個什麼 報告啦 或者是這個整理資料的時候 好,這段文字 因為我最近常常用到 你可以按右鍵 告訴他怎麼樣? 眼尾不要刪 這樣子 他就不會被刪掉 你隨時就可以拿來用 比如說我現在在這個 我們剛剛的這個頁面裡面 好,我在這邊編輯 OK,這裡我要用到它 我就在這邊兜兜兩下 是不是就進來了? 就這麼簡單 有沒有? 好,我要在其他文字 點兩下就進來了 就進來了 那這樣你就可以拿來用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平常老師也會用到的 就是在網頁的瀏覽部分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你看 你看 其實我現在很少上Yahoo 好 老師在用這個 不要看那麼難過的 看一些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 這個只對男生老師有用 可能 看這個 好 假設你看這種 你這樣一摳 我們最常遇到的情形 我們在整理 你知道 你摳到Word裡面 請問格式會不會一起帶過去 會啊 貼過去之後就 會浪掉對不對 甚至有圖片 但是 怎麼辦 所以很常用的 尤其這種東西 你直接貼到網頁上的時候 會有比較大的問題 有沒有一些格式都帶過來了 所以 你要再來整理 就比較麻煩 甚至你貼到Word裡面 握得還不錯 就是Office 他有一次機會讓你選擇 要不要用純文字貼上 但是如果你忘記呢 就完了嘛 然後你要調格式 就會變得比較麻煩 因為他有很多那個格式 就套在裡面了 所以其實這裡有一個 你看喔 我把這個先刪掉 你們看一下 點到他 就是剛剛這個對不對 按右鍵 有沒有用純文字貼上 以前我們比較常見的做法 就是會打開那個叫 文字編輯器嘛 對不對 在裡面汆燙一下 把那些格式弄掉 再copy 再貼出來 以前這個 我們會用那個 很久沒用那個 叫做這個啊 記事本啊 因為你這樣貼進來 他就沒格式了嘛 拿著拷貝再貼過去 但是這樣有點 多一個步驟 所以我就直接在剛剛那裡面做就好了 你看一次喔 在這邊按右鍵 從文字貼上 就只有文字會過來 格式不會過來 因為我們的軟體 不只局限在office 如果你們家只有office 就可以活得很好的 那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現在常常用的是不只office 你要很多其他軟體 那沒有那種選項之後 這裡就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那甚至呢 如果你這個文章的內容 我們大部分都是call完了 來這邊再做修改 如果說你以後 你想要留比較正確的版本 你可以這樣子按右鍵 直接編輯剪貼部的內容 把它修正好之後 就變成正確版本 把它存檔 所以我現在剪貼部裡面就是 有 已經有移除掉剛剛那個的 這裡 有沒有指揮保護後面 這樣就沒有了 所以我每次貼出來都是正確的 不用貼 每次再拷貝一次 然後再來改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麻煩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小軟體 這兩個小軟體 跟老師介紹一下 希望對老師在 就是你處理自己的生活 或是工作上有幫助 那可能我們今天的時間 大致上就先到這邊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